这节课我们来讲解nsFileHandle文件巨饼这样一个类 以及如何利用它呢 对我们的文件进行一个操作 对文件内容进行一个更改 首先我们还是打开一个项目 那么在oc中它有个什么 nsFileHandle这样一个类 这个类呢表示一个巨饼 什么是巨饼呢 就是说我们在 比如说我们这里 有一个hello这样一个文件夹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把它内容修改成什么 hello world 那么什么是巨饼呢 那么来操作这一个文件 这一个指针指向这个文件呢 我们就把它这个文件的一个指针呢 叫做一个巨饼 或者说这个文 哎 处置一下 当前这个巨饼呢 这个文字这个指针呢 指向了这个文件 那么它是一个文字文件 或者是一个句子 我们俗称呢就在叫什么 巨饼 形象一点就是说呢 我们可以修改这个句子 这种意思 那么这是一个巨饼 那我们怎么去创一个巨饼 创一个巨饼的方法呢 我们可以通过一些什么 以指图方式去打开一个文件 然后得到一个巨饼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先用指图方式 比如说file handle 通过一个什么 reading和pass 通过一个指图方式呢 去打开一个文件 从而得到一个巨饼 那么这个路径呢我们传什么呢 肯定传我们桌面上这个文件夹的路径 那么这里呢我已经找到了我们桌面路径 这个巨饼是这一个是我们上级课想找到的 那么我们直接可以呢通过一个拼接方式呢 得到sg实际为format 通过这样一个拼接方式 我们就可以得到我们桌面上hello 这样这个文件的一个巨饼 对不对 那我们这里把画传进来 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得到了这样一个巨饼 那么我们先来打印一下这个巨饼呢 它是什么一个东西 它的地址呢是哪一个地址 比如说我们把这巨饼打印一下 我们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呢它是一个地址 其实这个地址呢其实就指向了我们这个文件 好 那么好我们把这个打印呢先去掉 那么既然我们拿到了这个文件的一个巨饼呢 那我们肯定就是说可以对这个文件进行操作了 那么这里呢我们是以指读方式拿到了这个巨饼 那么我们肯定只能对它进一个读取操作 首先我们来尝试 对这个文件呢读起一段内容出来 那么读取出来的东西肯定是一个二进制的东西 那么好 那么我们试着去读取一下 读肯定是read 那么read什么呢 我们可以认读的一定长度 我们认读的一定长度的东西出来呢 我们这里有个方法叫什么 认读的 那么读多长呢 我们试着可以读三个 直接这么长 那么读出来东西呢是一个二进制 那么我们如何将一个二进制呢 转化成一个什么 主创 我们可以这样子去转化 我们自己有讲话 对不对 我们可以按时据 block一下 init with data 对不对 我们把这个data传进来 同样通过ut28时间转码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可以去打印一下 这个字符串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 我们可以把分子add一下 把str打印出来 str 好 我们可以运行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读取了三个字节之后呢 它其实就是hello的前面三个字符 是不是 我们可以看到 其实就是hello的前面三个字符 没错 我们读取了三个字节 那么有意思的东西出来了 我们既然读了三个字节 对不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读取全部的文字呢 对 我们当然是可以读取全部的 那么我们可以再创立一个nsdata 比如说data 1 那么它等于我们什么呢 我们的句柄去读取 我们的to end of the line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读到末尾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能有的学员就会有的同学就会猜测 哎 我们这个时候读取的内容肯定就是什么 hello world了 都既然读到句尾嘛 对不对 肯定是hello world了 那我们来试一下它是不是hello world了呢 那我们就来实践一下 看一下 interview data 如果我们把data1呢 传进来 nsupf8 conic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来尝试打印一下它到底是不是全部的hello world呢 我们来看一下 它是tr1 是吧 好 那我们来跑一下看到底是不是hello world 哎 我们发现了 它不是hello world 那它是什么 是lo world 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说 我们之前呢 已经读过三个字节 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光标呢 其实已经移到了这里了 那么你再读到末尾的时候呢 它会莫来的把剩余的给读出来 我相信大家应该明白什么意思了 也就是说我们之前呢 已经有调过先读了一次 光标就指向这里了 如果你再调一次往下读的话呢 它就会把剩下的再读出来 所以呢 可能大家有点失望 这个时候呢 这里已经不是hello world 它其实是剩下的一些文字了 好 这其实就是我们最文件的最简单一个操作什么 读文件 好 那么这个读文件呢 我相信大家应该都明白怎么操作 其实很简单 对不对 那么好 我们把这个先给了屏蔽掉 接下来呢 我们来讲怎么去什么 写录一个文件 同样的 我们要写录一个文件呢 还是一样的 要创对一个什么 发现hendo 哎 发现hendo这样一个巨饼 对不对 同样的我们 比如说我们叫什么 今天是写文件了 那我就叫write write hendo w hf吧 它的实体化方式呢 肯定就不是什么 不是read的方式呢 那可能我们要选择什么 write的path 那么这个path呢 同样的我们还是 以我们的什么 hello这个文言夹的路径呢 来做一个写录方式 就是说我们这里 同样的按时据时据位置format 我们拼接一个hello hello hello 这里呢 是一个缓鞋杆 录音地址对不对 我们这里传录一个path地址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同样的又获得了 我们桌面上hello这个文件的一个具品了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是通过什么 写录方式来打开的 那么我们怎么去写了一个文件呢 首先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调用一个什么write的方法 write的方法呢 可以传类什么 还是一个二进制 那么同样的我们要什么 创建一个二进制的一个对象 对不对 比如说我们date2 它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通过什么 一串字符串 把它强行转化成什么 date sutf encode 这样编码成一个date 那么我们这里传什么呢 我们可以传明显的这个 传色的大叉 往里面写漏 那么我们把这个date2呢 就直接写漏进去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可以尝试一下 我们这个肯定是反了一个boss 对不对 那我们可以write一下 这样 然后 然后我们看一下这反围是什么 反围的 那它就是没有boss反围了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 我们就直接先写漏一下 然后我们去运行一下看一下 为了验证它是否写了成功呢 我们可以打开我们的hello这个文件看一下 哎 我们可以发现了前面有出现了三个大叉 但是有仔细观察的学员会发现了 哎 我hel怎么被覆盖掉了呢 所以这就是我们要讲的一个重点 我们呢 光标进来的时候 我们巨柄光标其实是在这首位置 那么首位置你要是直接写漏的话呢 它会把原来的什么字符给覆盖掉 原来的字符会给覆盖掉 那么如何避免这种方式呢 避免这种被覆盖的方式呢 那我们有个方法 就是说 先进来的时候 我们首先呢 把这个光标呢 移到巨尾来 那如何去把光标移到巨尾呢 这里有个方法 比如说 我们可以看到 wf 有个什么 sig 设置我们的光标呢 to under front 那么这句话之后呢 我们就会什么 把我们的光标移动到巨尾 这样的话呢 我们的所有的在网络里面写内容呢 就会从我们的尾部开始写了 比如说我们写 现在呢 我们这个date2呢 我们就先不写这个date2呢 那我们先另外先创的另外一个什么 date3呢 我们来尝试一下 我们这里呢 我们要写串另外一种字符 比如说 my name is my字 是不是 这一串字符串 那我们把它想转成一个什么 把这个字符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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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然后呢 我们的f呢 wf呢 通过什么write方法 把它写入 写入 写入 寄入date3 写入我们文件 好 那我们再来运行一下 运行完之后呢 我们先把这个文件关闭 然后重新打开 诶 我们可以看到吗 现在呢 my name is my字 已经在句尾了 那么就不会被覆盖 说 就说我们之前呢 我之前的原文字呢 就不会被覆盖掉了 而是紧接着我们的句尾呢 接上了我们写进来的东西 我相信讲到这里呢 大家对这个fire handle呢 都有一定了解的 它无非就是说 对我们的文件是什么 一个读写 这个一个操作 对不对 那么其实呢 除了读写操作之外呢 其实fire handle呢 还有其他很多的一些功能 或者是方法 那么这里呢 因为实际原因呢 我们就可能说 不会一一去讲 那么 其实在以后的 可能是以后的路程中呢 大家会走得越来越远的话呢 对这个理解的话 也会越来越深刻 那这些东西呢 大家应该以后都会 有一个什么自学的一个能力 或者运用的一个能力 那么我们这里 讲最基本一点就是什么 对文件的内容的 什么一个读和写的一个操作 好 那么这里呢 我们对文件的操作呢 就已经讲完了 那么这一刻呢 我们就先到这里 好 感谢大家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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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